走票 樓上 樓上 樓上還有 衝進民宅指導犯罪集團 窩藏據店 霹靂小組全副武裝強勢攻堅 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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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賀斥要嫌犯不要輕舉妄動 警方掌握情資池 搜索票大動作歹人 因為這處民宅不止出入複雜 嫌犯還疑似持有槍械 回來喇叭都按得很長 喇叭車內都是會 那種搖滾的音域很大聲 然後常常門口 就是半夜三四點七 那要不然是堅強 只要不可能設定不堪 附近住戶早就不堪騎擾 還有人受不了搬家 而就在這個月十號 一名女子不滿在附近超商 被喝醉的陌生人搭訕 找人尋仇 警方追查也發現 涉嫌打人的男子 就經常出沒在同一處地點 懷疑裡面暗藏犯罪集團 三十二晚上入內搜索後 果然起貨大麻煙彈 K他命 金瓦斯空氣 長短槍 鐵棍 開山刀 西瓜刀等危險槍械 前面劇中吸毒的透天民宅 據點就在新北市板橋國小附近 這裡社區單純住了 非常多的老人小孩 讓附近的住戶都感到非常擔心 仔細屬屋內除了幾名男子 還有穿著極短熱褲的女子 桌上更放著裝有白色粉末的 毒品K盤超大家庭號 一伙吧人目無法計大開毒趴 而這裡平常還是網路銷售的直播間 一整層樓堆滿貨品 滿滿的鞋子 衣服 警方發現民宅頂樓 被改造成直播間 其中一名女嫌犯 專門在網路上直播販售精品 看似是正當直播做生意的場所 卻變成了毒窟 當場人贓巨貨 恐怕想賴也賴不掉 靜新闻陳桑蔚問簽 怎麼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